炸炸炸 哈喽太爽了 继续继续 使劲炸弹是这绿虎 完了小白麦 你怎么整天弄得在家里不出门呢 怕在电脑前弄呵呵的 了解 没什么 我才看一个节目 你看这绿虎龙被炸的好彩呀 好 分手分脚的怎么跑得过雨时呢 出去 这不就是我前天金桌图被炸惨的视频吗 真的是丢脸死了 小白麦 你看我出球还心灾了火 既然你那么喜欢雨时可弹 那我也送你体验一把 炸晕蛋走 喂好疼呀 臭表姐你打我干什么 奇怪 这是什么地方 光头租绿游游一片 有点笑 小白麦 这里就是轰炸凶罗巢 你不是喜欢看陨石轰炸吗 这回我是上帝 能够召唤各种陨石和核弹 你想先尝尝哪个 有没有搞错 臭表姐快放我出去 我才不想体验陨石核弹 我要回家 小白麦 跑自不可能跑的啦 你手上有不少的防炸方块 我给你一分钟建造好防御堡垒 过后我可不可以手下留情 好自为主吧 哎呀 表姐之下来真可爱 赶紧拿防炸方块 建造好防御 猛野青石块 还有岩石穿 这两个东西能有什么用啊 臭表姐明白 只是想抠我 算了 有方块总比赤身硬扛陨石爆炸强 最起码还能抵挡住一点伤害 第三层外三层 上上下下全方位360度 岩石穿风筹 进入堡垒内部 还要再加固 毕竟一根筷子容易折断 一滚筷子狼牙爆装团 这种级别的防御 抵抗一根陨石应该不成问题 粉色陨石 糖果陨石 寒冰山陨石 还有连浆和烈火陨石 哇塞 好超级陨石和核能无敌陨石 真不错 小白妹的堡垒似乎建好了 那我就先试一下 这个粉红陨石 砰 堡垒面前 瞬间炸出了一个大咕嚕 算一下白妹走运 就这 害得我紧张了一下下 刀下的陨石不够如此嘛 只炸掉我一根柱子而已 那就再来一颗糖果陨石 哟 真重把心 我去又来一颗 还好被陨石砖挡住了 我一滴血都没掉 标记这陨石虽然五花半门的 不过都是小一颗 看看谁啊 我看你还能抗多久 哼 这颗寒冰山陨石 粗粗你的锐血 别找吧 这次是蓝色的 像棒棒糖一样 寒冰和名字印象就跟冰有关 咦 还是好花无损 标记你的陨石我硬接都没事 这位你记不记 小白妹 这些都只是开胃菜 接下来的烈火 岩浆超级陨石才是壮点 你等着吧 哼 听标记这口气 我有点拍拍的 只能接近洗脑没事了 奇怪 好安静啊 难道又是个垃圾 啊 怎么突然着火了 快就火快就火 哼 这玩意 烈火陨石但是以火为主了 一股浓浓的炒乌啊 真香 再来个岩浆陨石 把小表妹抱吵一下就更好吃了 哇 赶紧挖出去 这烈火陨石 岩浆陨石果然不是吃素的 四名八方都被包围住了 不会有金屋闲 我还不是照样火灰乱跳的 嗯 小白妹 我还有两颗陨石 我赌你绝对挡不住 说是不是就知道了 了解的亚洲陨石必定是最厉害的 那我就建议做超厚的防暴水泥墙 让暴风雨来的更猛了一些吧 嗯 小白妹竟然想用水泥墙来挡住我的超级陨石 做梦吧 哐哐乱炸启动 嗯 我的天 超级陨石轰炸后我的石头竟然都变成了黄金块 表情这是给我送钱的意思吗 欲使机毁灭 并先使机疯狂 小表妹 大招来咯 大招 它不是吓人的百姓 我已经 啊 啥情况 显卡报废 电脑漫烟 表情中面快停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